大家好,我是Dan YG娱乐为了旗下女团Baby Monster的新活动 拿出了必杀机 10月8号,YG透过官方部落格 宣布Baby Monster将于11月1号发行首张正规专辑Drip YG杨颜色亲自出现在介绍影片中 详细说明了将收录于首张正规专辑中的九首歌曲 并传达了GD参与的消息 GD参与了与专辑同名的猪大哥Drip 杨颜色表示 这是迄今为止Baby Monster的音乐中 最富有激情,最适合跳舞的音乐 最重要的是GD参与了作曲助阵 让这首好音乐得以完成 而GD参与的消息也让全球KPOP粉丝们激动不已 虽然GD已经是出道19年的歌手 但仍然是在KPOP市场上备受认可 并具有强烈的存在感 另外,以Baby Monster为媒介的GD与YG的合作 也是值得关注的一点 GD去年离开了从出道以来一直合作的YG 并在Galaxy Corporation展开了新片帐 在这个过程中 网上曾流出GD与YG 正确来说是与杨颜色之间有不合的传闻 但通过此次合作 证明了他们之间依然存在的友情与意气 根据媒体表示 去年出道的Baby Monster 以强调现场表演型歌手的形象进行活动 但相比同时期出道的艾里和艾米斯等相比 他们的活动量较少 因此也收到了一些失去竞争力的负面评价 导致在全球KPOP粉丝中的存在感减弱 这一点也引起了不少意见 音乐方面也有批评指出 Baby Monster的风格 介于Playpink和推理文之间 未能展现出明确的自身色彩 如今GD以作曲家和制作人的身份参与 作为在这两方面都备受认可的GD 能否借此消除这些负面的评价 成为了值得关注的焦点 而YG在Baby Monster这次的专辑上 可谓下了赌上公司命运的决心 YG在PinkPink、Playpink等招牌艺人相继离开公司后 无论是股价还是公司价值评估方面 都遭受了巨大打击 虽然布莱拼可表示仍与YG进行团体活动 但并无具体计划 而最近举办的Twinning 1完全体演唱会 也仅为一次性活动 因此Baby Monster的成长 对于YG来说已成为至关重要的时刻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哇 听说GD很喜欢Baby Monster 没想到还参与了他们的正规专辑主打歌 虽然GD不像是主要作曲 只是一起参与的程度 但还是非常期待呀 Baby Monster的实力真的很厉害 舞台上表现臭棒的 如果拿到好歌肯定会大红的 感觉只是利用GD丑话题而已 作曲好像也不是主要部分 Baby Monster的实力也好 颜值也高 歌曲也比想象中好 但还是不怎么顺利 应该是有很多人像我一样 因为仰阳色一直站在最前方 所以让人不想支持吧 就YG爱豆们 最终还是都与仰阳色合作啊 今天也有消息传出 GD会在这个月25号回归 虽然GD的搜索公司表示 并不是确定的日期 但是真的要回来了 希望GD Baby Monster 这次的回归都能大发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由久违回归萤幕的 和模特出身的演员 金杰洋主演的一部 犯罪奇幻题材韩剧 被某人杀害后 坠入地狱的抗兵了 然而 由于罪人分类系统的错误 他本应进入虚假的地狱 却被误送到了 第六区的杀人地狱 杀人地狱的审判官 Yustitya 无视彼娜的重申请求 对彼娜进行了误判 面对依旧厚言无耻的 变成自己没有错 地狱的总负责人 Pai对他进行了惩罚 命令他 必须在人间处决实名 犯下杀人罪而毫无悔意 且未或赦免的罪人 并将他们的灵魂送回地狱 若无法完成任务 将以死待罪 期限是一年 于是Yustitya 进入了彼娜的身体里 原本朴素的法官彼娜 因为Yustitya的关系 完成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他没有了法官的威严 变得轻浮随意 然而判案时 却异常痛快淋漓 在一次审理中 平娜遇到了一名警察 Handaun 他因在制服 迟到嫌疑犯的过程中 造成伤害 而被对方勾上法庭 平娜对这样的小案子 感到厌烦 制服迟到嫌疑犯 难道还要 请您把刀给我吧 这样吗 曹操已无罪结案 这让Handaun 对他的判决另眼相看 然而Tandaun并不知道 平娜只是一起想 尽快找到那些 应该追入地狱的罪人 完成自己的任务罢了 在他基于凑满十个目标时 一个男人进入了他的视线 这个名叫孟将军的男人 对女友识报 并不断进行精神控制 孟将军因约会暴力被拘捕 由品娜审理他的案件 第一次庭审时 孟将军辩解说自己是一时气愤 并承诺再也不会出现在 强民长面前 然而庭审结束后 孟将军在回家的路上 遇到敏将的父母 表面道歉 转身却露出诡异的笑容 询问敏将的近况 韩道恩得知后 找到品娜 告诉他 敏将军是个恶徒 不能让他早日释放 为了安抚敏将的父母 品娜表现出 无比真实的眼泪 保证让敏将军这样的坏人 一定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然而在第二次庭审中 品娜却判处 敏将军罚款300万韩元 声称他已深刻悔改 对此感到愤怒的塔文 质问品娜 他解释说 根据法律 这是合适的判决 但他仍会让敏将军 为他的罪行付出代价 品娜的真正计划是 在审理案件是 给予罪低刑罪 然后亲自处决这些罪人 当敏将军被释放后 强敏将一直生活在恐惧中 把自己锁在家里 然而两周过去了 见敏将军没有任何动静 他开始逐渐放下心房 就在这时 敏将军开始准备复仇 并被品娜发现 他正在挑选锤子 敏将军冲警察憨道 来到敏将家 骗他打开门 结果再次对他施暴 最终敏将不堪折磨 试图 就在敏将军走出家门时 品娜终于等到了这一刻 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了笑容 他叫住了敏将军 背后藏着一把罪恶之刃 眼神冷冽 杀气四溢 品娜的下一步将会是什么呢 韩剧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